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 慈激在缅甸助学,目的就是希望穷困的学子可以专心念书 像是丹心坡,就是慈激助学的其中一个个案 因为家庭遭逢变故,投靠舅舅 也因为舅舅重视教育,坚信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 慈激志工感动之余,定期会到丹心坡的家中免费帮他补习 也吸引了邻居的小孩不分彼此用心学习,一起打造未来的梦想 清晨五点,天刚破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 木屋亮起了黄灯,一如往常担心坡一家人已经起身 拿出课本与练习簿,在舅舅与舅妈陪伴下 担心坡兄弟俩还有表妹,三个人专注的温习功课 晨起读书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 想法师,准备眼耐,辰点子充满固,一路上有小桥 词元天团结起了黄灯,一路上有小桥 米aso,父亲和团结起了刚才养 这必须有关的呀 00,2 雅山和宅京,我冲出来 七岁时母亲罹患癌症网生 父亲另组家庭 担心婆和弟弟投靠舅舅 乌昂敏夫妻俩将这一对兄弟视如己出 非常重视教育的乌昂敏管教严格 他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孩子们唯有用坚毅精神苦毒 将来才能出人头的 眼看快到上课时间 担心婆赶紧洗澡 吃饭换上相符 和弟弟表妹结伴走路到学校 慈激人前往家访 帮助担心婆缴付学校杂费 减轻了乌昂敏的经济负担 这一天许多邻居小孩 都来到了担心婆的家中 大家善于利用每个角落 专注的温习功课 照看之下 他以为是小型的补习中心 上人说是阳光的教育亮起来 我们也都是能力有限 可是不管能力多少 有搬到一个也是一个 为了确保孩子们课业跟得上进度 志工定期到担心婆家中 免费为孩子补习 我们就排没有活动的那一天 就排早上 如果下午没有活动的话 我们就五点 如果有活动的话 我们是三点多就离开了 大家口耳相传 吸引附近一些孩子也来参与 最多曾经有十一个小朋友 我们是免费招的 希望他们的儿女也是来这边赌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钱 让他们补习 年纪虽小 担心婆懂得感恩 懂得上进 三年级开始研究电子产品 能不能进行吗 特别是不太爱的 爸爸 我哪里等你 我看你会不会 这边的东西 你怎么会不会 把你拿来 把他拿来 把他拿来 听我吧 听我一句话 没什么 听我一句话 你怎么说一话 什么 不要 那什么啊 这种菜是什么 好中文年语 把书读好是担心坡生活重心 未来他希望能当一名电子工程师 教育让梦想靠得更近 担心坡绽放出纯真的校业 加上慈激人爱的陪伴 期待更有一分勇气面对困境 许自己一个希望的未来